所以在这一经文里面没有讲到有一头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他没有提到 这只讲到是他如何策划了整个救恩的计划 这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让基督来到撒旦的国度里面 所以基督降世到撒旦的国度里面,撒旦就竭尽全力想要抵挡基督 你看这两个异象我们看到,就是人的作用实际上都被整个放了一遍 因为人在这个里面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这个撒旦的最大的仇敌是神 所以撒旦在针对教会的,针对基督徒的任何的邪恶的攻击 他最终的目标都是神 因为我们是神所做的 现在与人没有关系的一场征战发生在天上 这个撒旦在地上一败土地,他就非常的愤怒 所以他就在天上掀起一场战争 所以米加勒同其他的天使呢,就去与大龙龙、撒旦去征战 整个过程没有介绍,只是在第八节他讲到什么呢 他说,龙同他的使者去跟米加勒和他的使者征战,并没有得胜 在第八节 这大龙龙和他的使者并没有得胜 天上就再也没有他们的地位 他们曾经,这些撒旦和他的使者曾经在天上有他们的地方 现在他们被打败以后,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 这一场天上的征战什么时候发生,我们没有依据来确定 我们只是知道在以前撒旦可以直接到神面前 在约伯的时代,我们知道他可以来到耶和华的面前 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看见他曾经到耶和华面前去状告他的儿女 但是启示录十二章第八节是说,他们没有得胜以后天上就没有他们的地方 意思他们就被赶出天国了 这似乎让我们看见他们再也不能够进天国去了 这似乎比较有道理,因为我们看第九节 在第九节说,那大龙就是那蛊蛇,名叫魔鬼,也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这个很有意思,在第九节是,约翰把撒旦的情况详细地描述出来了 你看他说,大蛇就是大龙,就是那蛊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 很显然,天国这个意象,老约翰看见的意象是要让他把它记载下来 他看见的关于天国谈是如何定义这个撒旦 所以你看,大龙,骨蛇,魔鬼,撒旦 这是一个整个描述 在描述什么呢?那一个极度危险的这么一个存在物 实际上就是那条大龙 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中国人叫龙的传人,龙成为中国的象征 大家是不是记得在中国关于有龙的一些故事? 是不是龙都是好的呢? 不是一直在说,不一直在说 不是一直在说 是危险的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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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 也是 是 我们有一些像童话故事一样的 讲到有一个叫做圣乔治他在晚上的时候他杀了龙 我们在英文里面的所有关于龙的故事 龙的角色都是很负面的 而且它总是非常危险 当他说第九节说就是那蛊蛇 这就提醒我们在伊甸园 撒旦就披上这个蛇的外衣 装扮成一条蛇 他被称为名叫魔鬼又叫撒旦 就是这个撒旦在希伯来文里面原文的意思就是抵挡者 魔鬼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里面 是指说这个 Slanderer 应该是说他是叫误告者 他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是指误告者 当一个人去误陷一个人 去误告一个人 你明明知道这个事不是这个人做 但是你还要去告 说这个人做的 所以你这个就是误告 他的目的是为了毁坏你的名誉 是为了诋毁你 现在约翰讲的这一条大龙 这个恶者最后什么呢 是他迷惑普天下 他被摔在地上 连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so the first step to delivering humanity has been taken 所以现在呢是第一 事情是在你 要 把你疯了 什么 我给你们二师 我为了 внимание 欲 你们